先從建立自己的課程來 我用這邊 先用這邊 但是基本上 如果老師你剛剛是用訪課帳號 你用訪課的話 他功能會比較少 如果你用正式的會比較多 你看我今天要課程有沒有都是空的 我就按建立 當然你也可以先訂閱別人 什麼叫訂閱別人 我先去看看有沒有別人 你看最近很流行 身同名字 如果你覺得不錯你可以把它訂閱起來 那你就可以 引用到你的課程裡面 引用到你的課程也可以 這樣瞭解 比如說我先來訂幾個 身同進入 我就進入課程訂閱了 好 這是一個 那我再找幾個 華語 我也訂閱 OK 我訂閱兩個 然後呢等一下我就進到自己的課程裡面 我來建立 建立一個新的 來 那比如說這是 好按建立 那麼建立之後其實有點像我的最愛那種感覺 老師平常在看網頁不是都會用我的最愛嗎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你愛到最後 愛很多 人跑的都不知道 啊 你有整理我的最愛嗎 但是你一定知道 有些最愛 網站會不會不見 會啊 你有去找未來過嗎 沒有啊 你就過去就過去了 因為你 看一個愛一個 然後呢就丟在後面啊 從來都沒有在理人家 因為你我的最愛幾乎之後 後來就沒有在整理嘛 對不對 愛過的就 曾經愛過啊 好 所以呢 在這邊 你除了有一個課程以外 麻煩你至少要有一個主題 主題你可以把它講 就好像你在 我的最愛 你有沒有建資料夾去做分類 有就跟那個概念一樣 就把當資料夾 主題就是資料夾 所以 比如說你可能是跟什麼 生理學有關係的對不對 好 好 純層草稿 那我再增加一個 好 要入學 好 這樣OK嗎 好 那我就先給 老師先 建立一個自己的課程 或者你去訂閱別人的 也沒關係 現在大家都已經有建立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號 當然如果你這個名稱要改 就這裡 可以直接改 或刪除 你看一下 按一下加 有沒有發現有新增單元 像我們剛剛那個 我們剛剛這裡 我們不是有來這個網站嗎 對不對 你就把它網址複製起來 你就來這邊告訴他 你的是不是網頁 這是網頁 可以 那你單元名稱 你可以在這裡打 也可以 但是 你不要在這邊打 也沒關係 因為待會進去之後 它會自動判斷 你看 它存存超高 好 有沒有看到它問你網址在哪裡 貼上去 請問有沒有自動做到標題 所以你不用在前面打 沒關係 這樣方便 當然你要打中文名稱 你可以加進去 好 有沒有看到預覽了 然後呢 下面這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過關條件 有沒有 因為這是網頁你可以選擇 它要看完多久才能達標 所以如果你剛剛有仔細看一下 我們這個統計的情形 你會發現有的人是兩個打工 有的人不是一個人在那邊跑嗎 在那邊跑的腳是什麼 已經有看了 但是還怎麼樣 還沒有達到你的那個指定標準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已經它送出了 已經達到標準了 好 所以這個 像這樣把它紋成草稿 也沒有一個教材就進來了 這樣簡單 那影片的呢 影片當然也是很簡單 你看這一個 我把它回到這邊來 找一個這個 我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我們剛剛講過的 平常老師如果在增加的是這種影片 你看一下 你把網址貼給它 請問有沒有自動抓到標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不小心內容也有 還是你覺得 還是你覺得 一顆網址摳一次 標題摳一次 內容好幾次 這樣比較有成就感 沒有辦法有累積的感覺 哈哈哈哈 這樣有感覺不一樣的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這不是最快的 還有更快的 只是我先用標準的方法 第二個 您看一下這裡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要給同學 看的影片 並不是全部喔 也許你的重點 是告訴他 我可能從一分鐘開始看有沒有 你如果是平常給同學看 你會告訴同學 請同學快轉到一分鐘 拍一下 你們 請直接抽牌 播影片從一分鐘開始播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不代表他不能看前面 而是他開始的時間 直接從一分鐘開始播 他喜歡看前面 你就 他就自己去看就好 這樣應該更人性嘛 那你知道不人性的在哪裡了吧 題目啊 哈哈哈哈 啊 不人性的就要你來啦 因為你要討厭他 把他中斷掉啊 好 你要把他清真 你就看你的題目是什麼 那你要在第幾分第幾秒出現 對不對 好 那比如說這是題目1 1 好 你就把你的選項 A B C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 到底 是單選還是複選 對不對 好 那假設我就單選了 不能考同學複選了 好 那你就再新增第二題 這樣你了解了齁 所以新增幾題 定到有哪幾 哈哈 欸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 我就存起來 你看 有沒有連縮圖都幫你抓好了 對不對 他就自動幫你抓 所以我們有沒有解決 兩個 提醒了 網頁的跟什麼 跟影片 另外一個 來自哪裡 我們剛剛有說 是不是在說 Google 文件 對對對 老師剛剛教材也是一樣 因為其實OneNote本身 並沒有提供太多 所謂的儲存空間 他的空間都來自你自己的 雲端硬碟 那這樣做其實有個好處 有什麼好處 老師的教材統一管理 你是不是在自己的 自己的雲端硬碟也用 你今天不分享的 即使網面上面有連結也沒有用 第二個 萬一你真的不想用OneNote 你要不要搬家 他就是你家 所以你知道什麼叫全家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因為資料本來就在你家裡面啊 你只是透過連結連出去而已嘛 那所以你看 如果你的是雲端硬碟上的檔案 你就從這邊 按一下網頁 好 存存草稿 誒 有沒有發現 看到一個熟悉的圖 點下去 但是呢 因為你現在並沒有設定你的 顧客帳號對不對 所以他要求你先設定一下 要能夠允許OneNote去存取你的 那個雲端硬碟 你如果不是在這裡設定 也可以從哪裡 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管理雲端服務 從這邊也可以 不過我記得啦 如果你用訪客帳號 這裡應該是不行 有沒有 這裡可以 我印象中 好像 訪客帳號這裡不能設 所以 訪客有一些些限制 但是不多啦 不多 這樣了解了嗎 我用另外一個給你看 因為我這邊有登錄 我已經有設定好了 我就從這邊 給您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說 原來 我用這樣子 速度真的快很多 你看建立 網頁類型的 你也不用先打名稱 因為直接點 這樣老師給你看我的好像不太好 你看看 影片也可以 網頁上影片也可以 假設我是用這個簡報好了 好 就按選取 有沒有發現標題是都抓到了 千萬不要自己在這邊努力打 除非你要不一樣 除非要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預覽 就這麼簡單 這樣不就進來了嗎 當然如果你的是那個 比如說你其他類型 有沒有 這裡有簡報 因為我的都是那種比較多 這種的就是一般的 對不對 也可以找到 而且如果你真的啦 沒有放在上面 可不可以從這邊上傳 但是我比較不鼓勵啊 是用這邊 因為用這邊這樣 會丟在根目錄下面 久了就會很亂 好 你用資料這樣整理會比較好 不是說不能提 我只是這樣會比較大 所以大部分都像 從這邊這樣直接進來 這樣選取 我就可以在下面 有沒有就看到了 所以 我們整理的這兩種 你再來看看這邊 這裡 剛剛的 回來 新單元 影片 網頁有沒有就解決了 就解決了 剩下的 都是測驗題 剛剛有沒有玩過測驗題 練習 問答比較沒問題嘛 對不對 練習題 投票題 塗鴉題 我們剛剛不是都玩過了嗎 那就給老師試看看喔 好吧 欸 記得喔 如果你弄好了 真正要看的話 按一下滑布喔 表示說你這邊已經做好了 我就發布出去外面才看得到 好 預設都是鎖起來的 都是沒有公開的 所以你看這邊喔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你的課程 預設這個都是 有沒有 非公開課程 了解嗎 預設都是非公開課程喔 所以 它會有一個鎖頭 有一個鎖頭 你就不用擔心 只有自己而已 不喜歡 別人看的 就自己留著 試看看好不好 看你要不要跟 Google雲端點綁在一起 如果有綁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直接從那裡面去 看到您的Google雲端點的資料 只要在上面能夠預覽的格式 包括什麼 Office PDF 影片 聲音檔案 圖片 都沒問題 就通通都會出現 謝謝